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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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后希望正身这一类另类的专门协助吸毒学生改革模式 将来不会因为今次的风波而处处受官僚制度所缺制 最终变得僵化 为了应付全球暖化 绿色和平在9月22日第一次在香港举办无车日 环境局长邱腾华和几十间机构已表示 会支持当日不开车 对于开车的人来说 突然之间不开车的确会引起一些不方便 不过香港的交通网络其实非常发达 就算不开车的问题都不会很大 开车很多时候的兴趣和身份的象征 多于是一种必须 不过一年才只有一天无车日 其实象征意义大于一切 对改善环境没什么帮助 不开车一天没什么用 完全不开车又不可能 在中间我们可不可以有些折冲方案呢 其实香港人那么喜欢开车 如果政府能够允许一些机构 同星期六日公众假期 租用一些大型公屋和商场的停车场 然后租车给市民 好像租单车那样 有很多不同的停车场可以还车 方便一些暖人去拍拖 朋友一起去玩 或者一家大小家庭落 令大家平时又不需要花那么多钱 如果有自家车 又可以减少平日私家车的流量 令到空气污染情况能够减低 是一举两得的 环保有时最大的困难 是我们将一些标准和要求 定得太高 如果大家认为 根本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的话 那它的反应就是 不如我索性不做 就好像现在酷热天气警告 很大意天气 如果你说停一阵车也要熄时的话 有没有可能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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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